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让慧英姐来当选手 对 这不太合适吧 我这一年接了好几个项目的邀约 都是请她 不是当评委 就是当导师的 我一听我就觉着 不用了 我就直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然后呢 好像就半年就过去了 又来问 每一期我们会请电影导演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跟他们有很多的合作 比上次多想了那么一两天 然后我想着想着 我觉得 我在自己不能够做出判断的时候 我就 问了问我身边的人 无一支持 零支持 其实最后说服我的 应该是吴童和我的经纪人 因为吴童跟我讲 他说 姐姐你们别看我们这次是个节目 但是我们可以在短期内 请到行业最优秀的导演 编剧 演员 那来过把瘾啊 来玩一次挺好的 我其实到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这 我仍然是觉得我 蒙的 太蒙了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将是怎样一个开始 三百位建影团团员的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排在最后的一位呢 下一场就会直接被淘汰 我肯可以理解冰冰现在这种成就跟地位的演员 对自己的这种羽毛保护的一种 一种要强心 也不要气馁嘛 下一场这个竞选还有翻盘的机会 我们这个节目是有升级的嘛 所以呢也是有风险的 是吧 我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今天来挑战我自己的安全感 我觉得我有点点 我这属于这是吃饱了撑的给自己 颠峰对决 首战在即 首发阵容 马上全面亮相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有八位青年演员 一同参与挑战 他们将以学徒的身份 与八位挑战嘉宾一对一结为师徒 他们分别是 孟美琪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打我 我其实也想在这个领域上面有一些突破 抱着学习的心态来这里 杨迪 快了快了 机器不战了 范甜甜 那我看把小弟弟给进炸了 什么那个 王子义 曾顺希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办完之后我一定会来跟你个交代 周琪 我也是个学习不好啊 刘嘉一 我特别想他 文琪 想来学习一下跟前辈人 然后来观察一下舞台上的表演 到底是什么样子 师徒二人命运紧密相连 共同面对静眼的挑战 与淘汰的残酷 大家一起进吧 哇 来 朋友们都来 都来 请在三秒钟的时间内选择落座 他们说三秒钟赶紧坐 那我就找最近的坐了啊 三 六六六六六 二 我俩认识坐一块 咱俩坐一块 这个号码牌对应的 是我们八位挑战嘉宾的 沙发座位的号码牌 哇 哇 来了 来了 哦 开始了 开始了 登都开始了 欢迎来到 OPPO 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 哦 来了 来了 有请第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哇 大长腿 哇 哇 谁 哇 哇 李冰冰 哇 一上来就这么重磅炸弹 李冰冰 华表奖 百花奖 最佳女演员 征服好莱坞的国际影星 在我的认知里面 她是演了很多好莱坞的大歌 我的天 这 这种 这种咖味的好吃都来了 我觉得天哪 怎么就我一人 这是我的吗 一号的话 请选择任意号码入座 哦 她不一定做一号位 好 杨婷 你的命运来了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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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做四号吗 啊 谁想做四号吗 四号 美琪 恭喜 恭喜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快来吧 给我个女演员 六段吗 二 谁 四川 四川 好 一位 马思纯 七岁出演个人首部电影作品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新生代实力派女演员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马思纯老师演的七月 他真的是我的榜样 我的目标 请选择任意号码入座 冰冰姐好 嗨 哈喽 哈喽 我是四川 你好 你好 如果对手是李冰冰 你敢跟她对决吗 我选择 溜掉 七号 谢谢 对不起 谢谢巴老师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来个男演员吧 童大蕾老师 我可以 8号 8号 谢谢 给我 求求了 求求了 童大蕾 终生代男演员的领跑者 曾凭一部作品 入围七大电影节 童大蕾是我的师弟 他是那种天生演戏 非常松弛 很自然的那种 很会演戏的 如果对手是李冰冰 你敢跟他对决吗 最好不要吧 哎 那椅子没放下 我准备就这样了 不是下一个可能还是需要站起来的 好吧 六六六 六六 恭喜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秦浩 秦浩老师 秦浩 中国入围嘎那国际电影节 柏林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最多的男演员之一 秦浩 这几年入围了很多电影节的这个男主角 然后确实是演了很多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文艺片 哈喽 欢迎 欢迎 请请请 老婆人家来找你上节目了 好 我会态度好一点的 我经常让大家都开始 好 你现在已经习惯真人修了 我不习惯 我们这部真人修好 我们这叫我是演员 华哥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火 因为我爸妈喜欢看这个节目 有过第一季第二季 他们问过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 我说同学在上面当评委 我怎么去 丢不丢脸 亲生父亲 好吧 闺女 亲生父亲 什么关系 我们是上部亲眼妇女的 对 男演员 有请下一位挑战嘉宾入场 梁静 细路多变的千面女演员 曾获得大学生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和上海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配角 他其实好像人家不演了 但是内心这欲望是没有被磨灭的 借着浙阳台这么一平台 忘记把这个好的东西拿出来 那当然是好事了 就怕那个好的东西拿不出来 怎么可能拿不出来 我好像也上不了热搜 也不是一个有流量的 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 觉得 可能节目组 真的是需要找一些好演员来演戏 坐这儿了 好 挨着我 挨着我 挨着我这儿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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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辈分一个比个大 你就别坐 你就这样子 我估计肯定后面一个比个 辈分大了 因为我一直慢坐着